当我们今天读经的时间,可能经文的版本跟我们传统的合合本有点不一样 我想这个是新一本还是合合本更新版 这个差大同小异吧,这是语法不一样 这个从文字方面呢 我们看出啊,我们华人教会啊,其实要谈合一啊,真的谈何容易 有一次有个朋友找我,他说,哎,信物事啊 你们香港人,这本合合本圣经啊,是香港人的圣经 看起来不对啊 那我傻了,我就说,这本圣经,合合本圣经是香港人翻译的吗 不是,他不知道,这个合合本圣经差不多八十多年以前 香港人当年还是小于川,没有这个才华的人才只可以翻译圣经啊 当年是1930年代,2020年,30年代的西方的全教士 把圣经从原文英文翻成中文 然后呢,请当年的一些才子啊,秀才啊,文学家把它编一下 我猜当年应该没有香港的秀才 那当年香港都是很文化,都是很小于川,没有什么人 那,从这个一句话里面啊,我,他是好意,他是表达一个情况 看这个中文啊,看得很不顺 以为我们教会呢,我从香港来 其实,来了几十年,回香港了 一看,你是游客 以为,一看,知道我是从加拿大回来的这个人 以为这个是香港的大陆 其实这个,我们老实说,香港人看这个合合本的中文呢 基本上有很多字看不懂 因为这个文字比较古老,语法当年是白话文 现在呢,变了古老的文字了 因为中文变化很大 在过去几十年,大陆的用字啊,台湾啊,香港啊 跟海外老华侨都不一样 我们华人教会就反映这个情况 香港来的移民,其实香港也不是最早来的 最早来的,我们刚才粤语堂 最早来的是广东台山县一些老华侨 他们说不是说广东话 他们说台山话 当年说我们香港人来到这里的时间 他们说你们不是唐人 他们说唐人街是什么 唐人街说的话是唐话 唐话是台山话 广东话也不行 后来我们广东人,香港人多了 所以他们慢慢年纪大了 退休了,有些过去了 所以后来的唐人街说了广东话 后来越南华侨来了 后来大陆,悉尼民来了 结果变得越来越 现在唐人街我们都很少去了 说什么话都不知道了 可能说英文的 很多顾客都是英文 因为我知道最便宜的东西 不一定在唐人街 可能在斯卡普 可能在马卡普 因为我们华人教会就是很复杂的背景 一般的有越语堂 越语堂以香港人 广东人为主 还有国语堂 国语堂不知道 那个省份为主了 上海的挺多的 我知道上海很多了 因为上海出国比较多 北京也不少 其他省份都有啊 东北啊,湖南啊 我们这里湖北,湖南也很多 四川的都有 还有什么其他的 忘掉 河南啊 河北的 有没有那个重庆的 好像还没有 江西的 山西的 福建的 还有没有路了 山东的 你看一下 打成一起 不同的背景 还有英文堂 英文堂是什么人啊 这是我们的孩子 英文堂是他们 你知道孩子呢 他们讲话很多 什么都叫 蜜蜜蜜蜜蜜蜜 就是我要我要 蜜 就是我这个蜜啊 但是呢 要他来做事 他也不做 所以很多教会呢 粤语 国语 英文堂 三堂 彼此之间 每人都看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产生教会里面 很多矛盾 有一些教会呢 基本上同一个建筑屋里面 三个教会 连三堂的牧师啊 他们都基本上都不讲话了 他们上班 去自己的办公室 然后呢 下班 就自己各地走了 那这个不是我们教会啊 感谢不是我们的教会 这个是华人教会 常常面对 这个很大的挑战 英文堂的 就说 You Chinese 你们是华人 好像他们不是华人 他们也是华人 这是说英文的华人而已 其实他们的中文 比他们想象还好 其实他们比他们 自己以为 更Chinese There are more Chinese than they think 他们以为自己 不Chinese 其实他们非常华人 因为他们流了华人的血 从小吃中文 吃不是中文 吃那个中餐 长大的 他们是非常Chinese 那华人教会 有这个背景 我们加上我们的性格啊 每一个人的性格 都很有特色的 对吧 有些人外向型 有些人内向的 有些人讲话比较快啊慢 要这么多人 那我们教会不是很大的教会啊 小的教会 聚在一起 能够合而为一吗 这个不容易 所以很多华人教会 都产生很大的冲突 有一些就说 哎呀麻烦你们什么国语堂 太麻烦了 你们走吧 所以有些国语堂 就自己分出去了 后来有些英文堂人说 哎呀你们Chinese太麻烦了 我们就分出去 自己搞这个英文的教会 Canadian 他们叫CBC Church Canadian Born Chinese Church 跟你们OBC Overseas Born Chinese Church 所以有很多这种名词的 就是把教会的越来越复杂 你知道我们在 在这里当牧师的 比在香港 大陆当牧师 台湾困难的多了 因为呢文化很复杂 语言都很复杂 所以呢 哎怎么办 所以请各位帮帮忙 帮助啊 帮助我这个 在这里当牧师的人 邓传道 这当牧师的 怎么样去把教会来 合而为一呢 那你知道我们教会 过去几年 就是产生一个很大的 纷争 我们当中大部分都不知道 因为你们还没来 国语堂呢 大部分都是过去几年 才来参加的 到了新堂椅 在这里 新堂建那个新堂椅前 我们教会就是因为 建堂啊 因为很多事情 产生很多纷争 结果的产生分裂 所以我们都知道啊 分裂是多么的容易 但是怎么样合一啊 合一就很难了 在这里 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神通过约翰福音里面 帮助我们 这是耶稣的祷告 这个是耶稣的祷告 耶稣从他为门徒祷告 他要他的门徒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 到富南边的时间 他门徒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其中一个挑战 就是他自己当中彼此合一 因为耶稣在还没 还在生的时间啊 门徒这已经在争了 谁当老大 谁是第一 谁在耶稣右边 在耶稣左边 这是人性啊 所以耶稣要离开的时间 他为他们祷告 这是为他们合而为一的祷告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要 要离开 一个长的时间 总是很担心 耶稣在祷告当中 最担心的 就是门徒怎么样合而为一 所以今天我们从耶稣的祷告 来学习 怎么样要建立一个 合而为一的教会 合而为一的一个团体 合而为一的生命 在这里呢 经文可以分成三段 第一段啊 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 耶稣呢 为自己祷告 天父跟儿子圣子祷告 在这个第一段啊 耶稣跟为父啊 在耶稣这里说 父啊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在这个第一段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 让我们做一个典范 合而为一的人生 合而为一的生命 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生命 第二段呢 在第六节到十九 十九节 这是耶稣为门徒 求天父求天父保守他们 分别为圣 以真理 从世界上分别为圣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第二个 要合而为一的生命 就是要分别为圣的 圣命 才可以合而为一 第三个点 就是从二十到二十六节 耶稣是为门徒的门徒祷告 这是为我们祷告的 他为他们祷告 就是要他们在与父神 与他合一 与神合一的生命当中 建立一个合而为一的基础 三个重点 十字架人生的合一 分别为圣的合一 然后与神合一的合一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段一段看一下 我们读约翰福音呢 你不能读得太快 因为他好像他转来转去的 这样子 他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 一句话讲一次 再讲第二次 不是重复的 它是进身提升的 所以我们要读了要慢一点 不能太快 那从我们打开第一到第五节 我说了还是合合本 这个跟不一样 没问题 大概差不多 那耶稣说 父啊 时候到了 时候 愿你的荣耀 你的儿子 使你儿子也荣耀你 父啊 时候到了 求你荣耀你的儿子 爷子也荣耀你 时候呢 在约翰福音里面 不是今天十一点钟 十二点钟 十二点钟 就是这个奥运会啊 哎呀 还有最后一个项目 篮球比赛 美国队什么什么 分数多少啊 马上再打开电话 自打 十点钟开场 是吗 我今天早上 check一个十点钟 十点十点十二点 那个是时间 时候 is the time the hour 就是那个时刻 这个最重要的时刻 来了 那耶稣这个时刻 是什么 就是十字架 耶稣一生呢 就是朝这个十字架 来过生活 他一生所做的事情 就是走向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 对耶稣来说 是荣耀啊 他说 请你荣耀你的儿子 不是说 哎呀 上帝啊 我现在要 要很威风啊 请你给我威风吧 不是那个自私啊 炫耀的意思 他说 在十字架上 耶稣要被举起来 是要完成上帝的救恩 这个是神的荣耀 在最痛苦的 刑法当中 彰显出来 约翰看这个十字架 死亡 羞辱 是个荣耀 所以耶稣说 父神啊 求你 完成这个十字架的救恩 把你的儿子抬高来 成就这个历史上 永恒上 最伟大的救恩 耶稣 这个是他人生 来地上 生活唯一的方向 而神啊 他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 他要知道 他所所做的工作 上帝 托付给他的 他已经完成了 他就怎么说啊 在地上 父啊 这个还在看 我不一样 看起来 看不到 我应该看的 不好意思 还是看过这个河河本 准备的时间 第四节 我在地上 已经荣耀你的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十字架的人生 这是耶稣的生命 耶稣 他来这个地上 就是他完成这个十字架的事情 时候 荣耀 交托他手上的工作 完成了 这个是他人生的方向 难怪 耶稣跟那个 撒玛利亚的女人 谈到以后呢 门徒找他 吃饭吗 父子 耶稣说 我的食物已经有了 就是遵行 父的此意 做成他的功 耶稣的人生 整个方向很清楚了 就是为了十字架 他的降生来地上 就是要在十字架 完成他的救恩 一个合议的教会 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走在这个十字架的人生当中 因为每一个人 在一个群体当中 我们按照我们的自己 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利益 方向 想法 你想一下 这个教会 不要看粤语堂 国语堂 我们就是看这个群体 这里坐了几十个人 你看看旁边那个人 哇 我很不一样的人 尤其旁边你老公老婆 你就知道 这个人跟我完全不一样的 要一起生活 已经很不简单了 背景都不一样 性格都不一样 怎么能够一起合一 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呢 是否有个罪告领导说 我说了一句话 你们就听吧 你们就按照我的思想啊 跟着某一个领导 说了一句话吗 这个是产评的合一 不可能 你知道吗 我们教会当牧师的 不是最高领导 最高领导是耶稣基督嘛 耶稣基督的 他是帮助我们 不是好像做一个机器 每一个基督都一样的 不是一个道理 合一的 这个一啊 怎么可以一样 就是我们合一 就是走在耶稣十字架的人生当中 每一个人的人生方向 都是按照十字架 好像耶稣基督一样 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一了 我们去短导呢 这是让我们有个经历啊 为什么能够在短导当中呢 我不说国语堂的 我说粤语堂吧 粤语堂当中就是朝这个方向 我们一起去 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传给当地的华人 所以吧 其他的事情不重要 很多人都有我们的性格 目的 我们的自己的方向等等看法 当时有个姐妹 她就说在祷告会的时间分享 她说去年她去过一次 去年的时间不是短寸 她有很多事情 对很多看法 这是应该怎么做 这个是怎么做 但是呢 她就分享 这次她去的那个时间 她正在学习 放下 谦卑的功课 为什么 她是来侍奉神的 自己的看法不太重要 甚至呢 我们去那个 Mountain那个地方 那个弟兄把她安排 住在这个狗的地方 哎呀 她是很害怕狗的 而且那两头狗啊 他们是Sibling 一看就跑到你那边 很热情 她说哎呀 她最害怕狗 怎么办 换地方吧 哎呀 另外一个家 另外一个夫妇 她的太太 比她更害怕狗 哎呀 怎么办 换了换了 她更糟糕 哎呀 算了吧 好 仰望主 为了十字架 我把这个对狗的恐惧 交给上帝吧 假如在家里面能够坐吗 当然不行 但是去那边 她知道 她不是一般的生活 她是去那边打仗的 为基督打仗 她可以 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 放在她前面 她暂时起码 把自己的意念感觉放下来 结果呢 她真的在那边 住了三天 住了四五天 而神呢 神恩待她 那个狗啊 基本上控制了 没有对她很大的影响 她后来说 哎呀 这个其实不知道 大问题 是自己内心的恐惧而已 她已经胜过的话了 她真的看到 假如人生朝着同一个方向 有很多事情都可以超越的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也是个 其实我 我请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去那个那边短算 其实我有一个阴谋的 你知道吗 阴谋论 有阴谋的 为什么 你有没有留意 我们去东面胆短算的人 都是广东人 假如没有西娜跟那个立军 他们来最后参加 都是广东人的 有什么阴谋啊 我有其中一个想法 就是我盼望我们 粤语堂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知道那边 很多都是大陆的新移民 老华朝的 不是很多 明明知道是广东人 把他们派他们去 要说国语传福音 我应该请你们去吗 你们没有什么反应啊 为什么要推动粤语堂去呢 有好几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知道 粤语堂的弟兄姐妹 他们大部分来去香港 多多少少呢 对大陆啊 对国语啊 对有什么 有一点的 卡去 我带他们一起去 让他们具体的尽力 神在新移民 在他们当中的改变能力 鼓励他们 让他们超越 说国语 超越跟一些背景 根本很不一样的人 传福音的一个障碍 结果感谢神 他们去了以后呢 哎呀 很多人说 哎呀 我们要学国语了 我们要开始要学普通话了 所以我们九月份 开一个普通话班 是专门给广东人学的 不然学语言 就是超过我们 香港跟大陆 几十年分开的那个障碍 为什么要分开 要么超越 因为我们要知道 在福音当中啊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 要在十字架的方向里面 我们把我们自己都可以放下来 我们都会超越的 反过来说 其实国语堂的弟兄姐妹 也可以超越文化语言的 跟御语堂的弟兄姐妹 一起同心合一的 新旺福音 对不对 因为在福音的 十字架的人生当中 我们可以有一个 共同的方向 我们一同 真的是可以合一的 因为我们都是 耶和华的军队啊 一个军队不能合一 吵架 因为他不知道 大家打仗 也不知道 也没有目标 所以结果没什么事 那你看我 我看你 大家看不顺眼 就打架了 就吵架了等等 教会当中 常常吵架的原因 就是要教会 没有意向 没有方向 无论是国语 粤语 英语 只要我们 辞定方向 我们就是要为了 十字架 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 为了人的永生 我们可以放下 所有人间的 不同的背景 意见 性格 我们都可以一起 为耶稣基督的 这个工作来征战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背景都不一样 但是这个没问题的 在基督里面 在十字架的人生当中 我们可以超越的 我在做 我这个香港人 神在 香港人都不要的香港人 老华侨的香港人 后来学了国语的香港人 后来要去大陆 要学一点东西的人 竟然去了阿肯廷 那我去阿肯廷的时间 其实我又跟我说 牧师有点为你祷告 担心 你是香港人 去到阿肯廷 跟福建人打交道 你怎么搞的 大概这个意思 他不明白 我是真的有点担心 但是 很奇妙 原来呀 只要把我们 在十字架的人生面前 完全的 顺服的话呢 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超越我们自己 把我们整个人生 投在十字架的大人当中 这个是第一方面的合议 我们一起 对耶稣说 主啊 你的人生是我们的榜样 十字架的人生 我们活 就是为了那个 你活 就是为了这个时候 我们活啊 就是为了十字架的荣耀 在我们生活当中表现出来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 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一起同工 一起合作 做好朋友 知心的人 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我们也明白 要分开 基心的朋友 自己呢 有很多因素啊 我们不是说做自己啊 我们说做弟兄姐妹 做耶和华军队里面的同工 以此建立一个 比自己更深的 灵里面的一个团队 一起合一 为主征战 这个是真的能够做得到 第二个重点 我们方向要对得准 但是呢 我们要自己人生 又不断的更新 因为我们还是活在世界当中 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观念 思想 思维等等的 都在要改变我们 让我们要跟世界一样 所以耶稣为门徒祷告 盼望他们能够按照真理得洁净 按真理成圣 所以一个合一的生命 一定是在真理成圣的一个生命 在十一节 耶稣说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了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哪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因 保守他们 因为他们面对很大的困难 面对怎么困难呢 现在我往你哪里去 我还在世上说这话 是叫你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 第一 第十四节 我要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耶稣啊 父啊 为他们祷告 为他们祷告 我求你保守他们 因为他们好像羊在狼群当中啊 这个地方 这个世界 是恨他们的 门徒在世界当中 他们要恨他们 要攻击他们 要改变他们 要破坏他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但我们都知道 耶稣没有我们 当我们信主以后 马上把我们带到天上去 耶稣也没有 只要为我们祷告 耶稣怎么说呢 他说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了恶者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是真实的 为什么我们常常有纷争呢 因为我们这个人生 很容易让世界的一些思维 犯罪 自私的观念 走进教会来 走进我们的心 结果呢 我们跟世界一样的话呢 就彼此又纷争了 一个真正能够合一的教会 要从跟世界分别为生 我们是活在世上 这个不能改变的事实 我们加拿大也是一个世界 不要以为加拿大是什么基督教国家 每个地方都好 是天堂 是天堂吗 当然不是天堂啊 有很多问题 社会问题 地方问题 国家里面政治 每一个地方都有问题 我们说 哎呀 中国问题很好多 来到加拿大比较好一点 某些地方比中国好 在某个地方比中国还差 所以其实每一个地方 都有它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本身呢 我们知道神的果度 没有在地上完全建立起来 有一天神的果度 要在天上建立 地上啊 魔鬼还在搞事 魔鬼还要破坏上帝的 设立的一些制度 婚姻制度 魔鬼要破坏 本来是同性婚姻呢 本来是两夫妻家庭好好的 魔鬼把它破坏 把它搞到乱七八糟 制度也改了 魔鬼要破坏我们人的心 娱乐 不要把很多暴力都放在里面 结果整个社会里面 都有很多破坏的事情 魔鬼要把上帝创造好的东西 把它变为坏 神赐给人自由的意志 好的 但是魔鬼要利用人的自由意志 去犯罪 这个就是世界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属于神的话呢 这个世界要恨我们 要攻击我们 批迫我们 让我们要投降 跟随这个世界的路纵 一个真正的 能够合一的一个教会呢 一定的说 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存体当中 把不合乎神的东西 把它分出去 那我们不是说人啊 把这个世界 在我们这里 我们世界的一部分 把我们当中 是合乎世界的东西 把它赶走 让我们虽然 活在世界当中 但是不属于世界 虽然我们在世界 生活 吃饭 干活 赚钱 但是我们 按照上帝的旨意 真理 来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核心价值 常常说 core value 核心价值 公司有core value 香港有core value 中国大陆有没有core value 好像没人提 香港最近要 河水跟井水要争 所以要core value 教会要core value 什么都要core value core value是什么意思呢 core value 就是核心价值 是把我们自己 作为一个团体 我们的价值 就跟其他人分开啊 基督徒 教会的核心价值 就是上帝的真理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真理当中 成圣 洁净 分别为圣 你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在过去常常有纷争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否 就是中了魔鬼 魔鬼的轨迹 让一些世界的观念 思维跑进来 结果让我们彼此斗争 我们教会在过往困难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 常常有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就是说 你有几个家庭 彼此要斗争 那个影响的能力 这个是A家庭 B家庭 那我来了 我一个谢的家庭 我谢家庭要比他们都强了 斗争啊 在斗争当中 以为是和服神的信义吗 你们这个家庭 把这个教会搞得好不好 我那个谢牧师 把我的谢的家带来的话 这个是和服神的信义 搞错了 结果谢的家 跟A家B家都一样嘛 其实就是传递斗争 把自己落在斗争当中 不知不觉之间啊 世界已经走进教会来 世界的王啊 在教会当中 已经背后来推动我们 都不知道 结果整个教会 他们都很大的受伤 分裂 现在懂了 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要教会 怎么样 凡事非常小心 如何做决定 以前做决定 是很民主的 投票 投票以前 拉票 教会做做吗 当然做 但我说拉票的事情 说的很有技巧的 这个微信心祷告吧 支持教会啊 支持的是拉票 说的话不拉票 但是背后的动机 也是拉票 这种这个方法 结果呢 属灵的祷告啊 说祷告以后 都是拉票 都是犯错 现在我们 知道应该 应该要把这个 在要建立一个 合一的教会 不是我的意思 在我的意思上合一 常常我们犯了 这个毛病 合一的教会呢 当然是在牧师的话 是基础上合一吧 牧师是代表上帝嘛 所以在牧师讲的话 你们不听 就不合一了 不合一的 请你走吧 这个是 这个是 很容易 当牧师 当执事 常常犯的 很容易犯的毛病 我们是当权的 所以你 你不听领导的话呢 你就 不对了 领导永远是对的 因为耶稣 领导代表耶稣 耶稣永远是对的 你看这个 这个逻辑很有问题啊 耶稣是对的 但是我们不是永远代表耶稣 我们也有私心 结果犯罪 结果产生很多斗争 后来我明白了 真正的基础啊 不是人说的话 是什么 是真理 上帝的话为基础 才是最重要 无论是什么人 乱讲 不合乎 真理的话呢 他就没有这个基础了 真正的 合一 是在真理方面的合一啊 一个能够同心的教会 同心为耶稣基督 实际下 往前走的教会 一定是一个 在真理方面 愿意顺服 努力追求 有热情的一个教会 一个不追求真理的教会 我可以担保啊 一定有分争 一个不愿意读经的教会 一定不可能有 一起同心合一 希望服一呢 因为他没有 在真理的基础上 暂时合一 可能是某种利益的关系 某种的方法 手段 可以合一 但是呢 要长远的真正合一啊 就是在真理成圣的这个路上 才可以得到合一 我一生认识了一个教会 好久以前的啊 一个教会的牧师很好 他用各方面的努力 来请人吃饭啊 你上病以后 广东人这煲汤啊 用各种方法 打领很多人 但是呢 很奇怪 当他离开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马上闪 闪了 那我不是说 那护士招待啊 煲汤啊 是有错的 但是可能他 煲汤煲的比较多 但是读圣经 教的弟兄姐妹 读圣经的时间不够啊 花了很多时间 煲汤 但是呢 读圣经 教导弟兄姐妹 在神的话语里面 煲汤啊 没够 对不起 我的广东人 煲汤啊 这是弄那个 广东的汤嘛 那个他们怎么说 煲汤啊 煲汤 煲汤是慢慢地做了 真的 花了很多时间 弄了很好的汤 很有营养的汤 但是可能要花 更多的时间 好好地鼓励 弟兄姐妹 在神的话语当中 培养自己 才是最重要 所以要在真理方面 所以我盼望我自己 就是我要衡量 每一个牧师的成功与失败 不一定是在他在位的时间 可能在他离开的时间啊 那个教会有没有基础 所以我盼望有一天 我离开了 可能是上帝到天上去 可能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离开以后了 不要马上 教会的马上夸台 打架 那个时候我是失败 不但是你们的失败 也是牧师的失败 牧师跑了 马上教会就分裂了 这个牧师没有好好地教导 真正的成功的教会 合一的 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 真理方面 成圣 改变我们的思维 犯错 在真理之下 认错 悔改改变 才真的是能够有合一的心 第三个重点 耶稣不单单为门徒祷告 也为门徒的门徒祷告 20到26节 这里呢 其实把问题的核心说出来了 我们的合一 是朝着这个十字下的人生的目标 合一朝着真理方面 要成圣合一 最重要的合一啊 那个一是什么意思啊 在哪里合一呢 那个一是什么 那个一是三维一体的真神 在耶稣基督与上帝合一 才是所有合一的基础 在这里耶稣说 第20节 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 祈求 就是我们啊 门徒一直传下来 现在 门徒的门徒的门徒 我们就是 门徒的门徒 很多队带了 到今天 我们是 耶稣为我们祷告的 他怎么说呢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那 这里怎么说的啊 开始 正如 这个合一呢 耶稣解析一下 正如父在耶稣里面 耶稣在父里面 明白吗 OK 然后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就要世人可以信他太过来了 父在耶稣里面 耶稣在里面 这个合一呢 这个是父子 完全的合一 我们合而为一呢 就是我们 做门徒 也在这个神里面 合而为一 才是真正的合一 不是单单我们自己 啊 有共同的兴趣 你喜欢打乒乓球 我们就组织一个乒乓球会了 整个教会都打乒乓球就好了 是吗 哎 你喜欢看电影的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哎 整个教会是看电影会 那我们打 打那个沙宝 哎 我们都去打沙宝了 那打篮球怎么办 那假如我们 合一的是按照我们的兴趣的话呢 总有一些人 跟我不一样的 真正的合一 就是我们不是平面的合一 是跟上帝的合一 我们都在上帝里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里面的话 我们就通过神 合一了 那你听得懂吗 不是我跟你合一 背景不一样 那是我们通过神的恩典 包着我们 我们就在他里面合一 然后在耶稣 在说 在约翰说 第二次他说 但是第二次重点不一样 你看 第二十二节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经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向我们合而为一 怎么样 我在他们里面 这个是耶稣在门徒的里面 OK 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刚才是天父在耶稣里面 合一 门徒在合一里面 现在耶稣在门徒当中 父在耶稣里面 两个角度 基本上就是说 门徒跟耶稣 都是完全合一的 我们在神的里面 合一 怎么是在神里面 合一 你们有没有显得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 在神里面合一 很全啊 这个道理 对吧 这个 在里面是 我们怎么说 我们在神的里面 这个手机 在我的口袋里面 都知道了 我放在里面 好 是吧 这个很简单 这个东西 在我的胆里面 我放进去 平安 很安全 这合一 这是空间的 空间在我口袋里面 这是空间的意思 但是我们在上帝里面 是什么意思 有人说 那个是教会 那我们在教会里面 就是等于在上帝里面 对不对 对了一点点 在教会里面 可以经历上帝 真的 但是教会 你在教会里面 你想啊 想犯罪的事啊 你在你脑子里面 做犯罪的话呢 你在教会里面犯罪了 不等于 这等于 就是你跟上帝在一起啊 心灵是灵的 在上帝里面 是什么意思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约翰教的 我们活在神的里面 有很多意思啊 就是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呢 这是遵守神的话语的意思 啊 我们 在神里面 就是要活在神的话语当中 在通过遵守神的话语 神爱世人 通过爱世人 我们的心灵啊 就跟上帝的心灵 哎 通了 这个是我们 这个是神的心灵 然后呢 通过一起 哎 你可以说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可以说 我在他们里面 彼此之间 一起 互为奈在 彼此之间 他在我里面 我在他里面 啊 明白了 心中 打通了 这个跟上帝 好像一个手 跟上帝的手 窝在一起 我们在上帝的里面 他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 遵守他的话 遵守他的话 我们就在他里面 另外啊 约翰也说 也活在他的爱的里面 神的爱 当我们 伸出爱的时候 神啊 你爱我 我知道 我也爱神 然后呢 这个爱 通过我们的人生 往外的 流出来 爱别人 当我们爱别人的时间 我们就活在神的爱中 哎 这个也 迷妙 我知道我爱他 不是当然 看我自己的爱 是看神的爱啊 这个爱 从好生的外面来的 走进我的生命当中 给我能力去爱他 哎 我活在神的爱中啊 神的爱 活在我当中了 这个是很 迷 微妙的一个 神在我们里面 在我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合一啊 就是在神里面的合一 不是先我们彼此之间 去处理彼此的区别的一个合一 这最主要的基础呢 就是我们自己 真的走在神的里面 走在神的话语当中 顺服神的话语 朝着十字下的人生 然后呢 我们与世界分开 分别为圣 然后呢 才可以学习 去爱 约翰没有教导我们 怎么样去爱的方法 很多方法 很多具体的 这个事情可以做的 保罗说了很多啊 不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要担顾自己的事 要顾别人的事 还要遥述人家 耶稣呢 教了很多具体的道理 约翰不是说 那些事情不重要 约翰一句话 把他的重点说了出来 怎么合一 关怀彼此相爱 最主要是 你的能力的源头 在哪里啊 你的爱在哪里 今天我女儿呢 开了我的新车 去借那个六个学生 她的主流学 英文堂主流学的学生 到下面一个 Othodox Church里面 去参加他们的那个Math Future 要么他们学 举人学就是 学不同的重派 他们今天早上 七点钟还没到 就出门了 接了六个学生 他说 Daddy can I borrow your New car I said OK 但是后来回来 我说 碰了一下 哎呀 我还没去看看啊 我知道他 刚刚拿了炸照啊 他的技术不是很好啊 但是我在想 那个New car 新车 是我的baby It's my new baby 新车 这个女儿 也是我的baby 那个baby 比较重要一点 车 还是女儿 你跟我说 当然是女儿啊 假如是你开的车 假如是你的 看的是碰到的 那我不一样了 那我的车的baby 朋友开了 请你把它修好 但是这个是女儿啊 她的钱也是 我给她修的 我开玩笑 I'll give you the bill when I fix it up 为什么我能够做呢 因为她是我的女儿 从她出生第一天 我已经感觉 因为我是东北父母 有这个爱去关怀她 换了另外一个人 没有这种爱 我去帮忙她 爱她 但是跟我爱的女儿 有点不一样 问题是我们彼此相爱的 教会里面合一 重点不是知道的问题 我知道要爱她 知道要原谅 我们到底都知道的 读圣经 读了一段时间 都知道 没有读圣经 按照我们儒家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 那些都知道 问题是能力的问题 有没有这个爱 有这个爱的话 把那个新车OK 放下来 女儿重要一点 不要骂她 她厉害 骂一点点就算了 教训她一下 爱就是能力的所在 这个爱从哪里来啊 这个爱从上帝 哪里来的 神的爱 那我们说神啊 怎么爱 假如你要靠神的爱 去爱你的先生 爱你的丈夫 爱你的孩子 爱你的朋友 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要靠近她 亲近她 从她身边 资取力量啊 我们有基督徒很矛盾的 上帝啊 我求你帮助我 让我有多点爱 去爱我老公 但是呢 不好意思了 上帝 要读经跟你聊天 没时间 请你把你的爱 免费的从天上 淑地寄给我 让我都爱我老公 跟你聊天 没时间 你听到有没有矛盾 我一方面爱你的爱 上帝给我 但是上帝说 没有那么快 跟你聊聊天 聊天 鼓励你 就是爱啊 没时间 怕我拿着一个爱 就去爱你爱老公 爱老婆 但是上帝的爱 他要给你 你就跑掉了 这个是否很矛盾 就是矛盾 所以 耶稣说得很矛盾 我们这个爱 是在我们跟上帝的 合一的这个基础上 没有合一 没有生命跟上帝相连 哪里有爱啊 哪里有合一啊 什么都没有 约翰福音十五章 葡萄树与枝子 离开了上帝 什么都做不了 只有变成枯枝 弄到外面 烧了 难怪我们很多教会的人 为什么分呢 假如教会 常常纷争的人呢 这个教会啊 I can guarantee 会担保 教会的人 跟上帝的关系 出了严重的问题 对神的话语 没有热心 彼此之间 没有十字架 不再是他的方向 彼此之间的属灵生命 已经慢慢地 跟上帝的路编了 结果呢 大家都是哭枝 哭枝打起来啊 生命很强了 不要离开我们的手 不要离开我们的住 因为我常常有一个很深的记忆 当我还年幼的时间 我妈妈带我过马路 她就拖着我 因为呢 当年在香港呢 我们在家 下面一条马路 我车很多的 很多 所以我小孩子 冲过去的话呢 就死定了 她要跟我说 你不要走 拖着我 跟着我的手 后来我长大了 我的妹妹 我搭来过马路 拖着我 当然比较凶一点 马上走 因为很危险 其实我们人生也是吧 世界恨我们啊 逼扑我们 攻击我们 要改造我们 唯一的方法 就是紧紧握着上帝的手 帮助我们安然度过 而成得胜 而成了 在他顺领之下来 我们可以打美好的胜仗 可以建立合一的教会 可以把基督的爱 彰显出来 耶稣在这里说了好几次 人家看到我们合一啊 就相信上帝 拖着耶稣来啊 这个非常重要 基督徒 我们酸羊的 是爱的福音 假如我们自己的团体 自己的教会 没有爱 那怎么传福音呢 怎么传福音 传不了啊 我们 我过去两年都 一年多都 办那个布布堂 现在要跟他们 say goodbye了 因为他们现在 慢慢做起来 我也慢慢神的带领 我今年呢 12月9号 最后一次给他们 做圣餐 以后的白白海 已经跟他们说了 很奇怪的 过去年的时间 福布堂 有传道 full time的传道 结果呢 人数越来越少 后来传道离开了 那当然 现在呢 没有传道 大家一起来做 人数 竟然比以前更多 慢慢发展 为什么呢 那不是那个传道人的问题 是以前纷争啊 很多压力 很多张力 新朋友来到一个教会 是打架的教会啊 他去了以后 两三分钟 就马上感觉得到了 你不相信吗 真的 一来以后 这个气氛啊 好像都是打架一样 哎呀 来了一次 马上跑啊 但是后来 那个矛盾 经过那个传道离开 他转了另外一个工厂 他可以重新来 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重新来了以后呢 后来大家一起 同心努力吧 没办法了 好 一起做 真的有一个包容 原谅的心 整个教会呢 慢慢的 人家感觉 哎呀 有温暖啊 有接纳啊 那个仗力 那个tension 没有啊 整个教会做起来了 感谢主 我们教会也要 也是这样 一个真正的 酸扬和平的福音 爱的福音 必须有一个 和平的群体 一个充满爱的群体 才可以讲得出来 不是说我们完美 真正的爱呢 不是说我们没有 吵架的爱 两夫妻结婚多年 有没有不吵架的啊 怎么可以不吵架啊 有不吵架的 就是不说吵 心中吵 一样 更糟糕 对吧 不可能不吵架 吵架以后 有饶恕 原谅 危机 变得转机 才是有幸福的婚姻嘛 任何关系就是这样 教会也是 我们都是有限的 有罪的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 老大哥不是罪 不是吵架 是爱 是耶稣基督 这可以成为 耶稣和平 爱的福音 最好的代言人 把耶稣的爱 传出去 人家看到我们 都知道 耶稣真的在你们当中 因为这里 很多不完美的人 但是看到耶稣的爱 那就是我们的成功 就是神的荣耀 彰显的时间 让我们 这个小小的教会 我们就真的 把耶稣的爱 实实在在的 那种不一样的爱 在我们这个 普通有限的人生当中 表现出来 在我们家 在教会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只要我们能跟上帝 合而为一 我们就可以合而为一 我们一种祷告 尽量的天赋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求你原谅我们 赦免我们过去的 不是不对 我们的罪 主啊 我们今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